智慧製造的牽涉範圍既深且广 无法单靠一己之力实现 因此自动化展现场 也成为了一个最好检视内部整合能力 以及跨域合作结盟的场域 我们对商品的要求 服务品质的要求 事实上我们并不亚于欧美 如果说我们把行销包装都做得很好 我相信在这部分 应该可以带动台湾一些产业 可以继续往前走 我们发现说在传动元件 这个产业链的状态 其实台湾是在全球里面 相对非常完整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反而是在台湾厂商 从现在开始 其实大家一起把这个产业链 然后对外去做一个 则家国家竞争力的提升 我觉得会是在国际上 非常有竞争力的 在消费驱动生产制造的转变 以及国际竞争严酷的挑战下 台湾产业将摒持着海岛国家开放思维 以及快速应变的优势 在工业4.0的世界舞台上 找出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 因为毕竟这个产业 如果今天只靠我单打独的 其实会越走越小 所以我们会希望找到一些配合的厂商 或是供应商或是社派体 或是partner的部分 把这个市场做到 第一天是稍微静 但是每天都很忙碌 我们有些很好的商业 有些好优势 所以我感到感到更多工作 专业在台湾 我可以看到 台湾的 trends是同样的 像我们在欧洲 是在数据 它是在数据 它是在数据 所有的机器 和技术 和智能 在数据 技术 是全球 我们有美国的社会 我们有台湾的社会 我们有美国的社会 我们有美国的社会 他们都似乎有同样的想法 在未来的转型 在未来的转型 成为更加快 更加坏 更加坏 这是很棒的 看到 我们在SIMA Group 想与好的转型 与好的转型 和转型 和高质量 和高质量 作为年度成果 所发表的 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 明年也将汇聚更多跨界资源 以单倍的规模 让世界看见台湾 我们明年再见 请不吝点赞